為甚麼我做這個劇 包括2018年的時候 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我自己 其實不是很喜歡舊物的人 因為我經常搬屋 又經常吊東西 直到現在 有幾樣舊物 我都會從很小跟到現在 譬如 其中一個對我很寶貴的 就是一個鬧鐘 那個鬧鐘11歲的時候 慢慢送給我的 因為那時我就開始住 Boarding School 我最重要的舊物應該是 我要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小時候跟我拍了這麼多張照片 我以前不覺得這些照片是很重要的 但到人大了之後 有時突然間會有人問起 你小時候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給一些照片出來看 當我回到家找那個櫃桶 真的很老套地打開那些照片 我就發現其實 原來每一張照片都有它的故事 所以那個鬧鐘就是 去到11歲的時候 就會不定會叫我 要起床 唱一首歌就是這樣叫我起床 那個時候 那個鬧鐘對我來說 可能只是一個很功能性的存在 但到現在這個年紀 再看回頭的時候 就會想到 其實媽媽那時就開始告訴我 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始 你懂得照顧自己 自己要知道什麼時候起床 我看到那張照片 我是可以記得起 我那時在做什麼 我會發現我爸爸媽媽真的很愛我 還有最重要的是 裡面有很多人物 雖然他們現在已經不在 但當你回看那張照片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會覺得 他們原來一直都在存在 他現在在我的醫院陪著我 去到現在看這個鬧鐘的存在 雖然他已經很爛了 掉色了 然後又不會唱歌仔 然後已經有 但我都會放他在一個 家裡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知道 其實這個是 長輩也好媽媽也好 對我一個提醒 這些舊物其實加起來 就會有很多 好像剛剛說的 很多寶藏在裡面 可能慢慢去到一定年紀 再打開看的時候 其實他很值得留下來的 我很想跟你們說 就是你們都不妨 用你們的手機 試下幫爸爸媽媽 記錄一下他們生活的點滴 因為往往很多時候都是 爸爸媽媽跟你拍照 但其實誰跟他們拍照 可能就要靠你去記錄他們 我會把對方都放在上面 走過來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 你會拍照 我會拍照